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乐学习 快乐教学 快乐工作的一个场域 那要营造成这个气氛 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学生学习的过程它一定有挫折 那如何让它这个快乐能够持续 它可能有兴趣学某个系 可是进入到某个系的时候 它那个学习过程里面它还是要有努力的 所以这个努力很容易就让它退场 对 当它变成责任之后 兴趣可能会被慢慢的消磨一些 所以这个时候就希望有那个希望能够加入 所以有希望那个快乐才不会沉沦 对 不你也享乐 对 所以快乐没有希望是很危险的 产学合作是科技大学非常重视的一个项目 这是大概唯一跟一般大学不同的地方 那产学合作一定要跟 所谓产学嘛 它一定有产业这一块 产业跟学校的结合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让学生能够 现在不是常常很容易谈到这个学用落差的问题 是 那学用落差要能够真正能够接轨 无缝接轨 大概产学合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 那对于产业上面的了解 那老师对于产业上面的了解 需要有一段时间 那他把产业的改变的知识 转换成他的教材 需要有一段时间 那这个只有透过这个产学合作才能够了解 那学生在产学合作里面 可以了解到业界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那业界相对的也可以从学校的 有些的专长 能够在业界里面能够发挥什么的功能 也有所了解 所以这个两个是互相扶持的 企业导师就是说在我们学生毕业之前 就大概高年级的时候 他要了解说 真正企业所需要的人力是什么 所需要的才华是什么 那企业导师可以给他非常现实的一个认知 除了实习之外 他企业导师可以给他很多的经验 就是如何应征 你要如何能够贡献你自己 而不是一般想的就是说 企业要先给你什么东西 然后你才要想要做什么回馈 可能这种想法就会改变 所以企业导师是给学生在进入职场之前 很重要的一个心理辅导 而且也是实务上面的指导 就拉他们回来 不要太理想化了 对不对 拉回到现实面来讲 真正在社会上的这个历练 历练跟厮杀是什么样子 对对对 职场上到底是需要的是什么 对 你在学校的环境里面 不像老师对学生嘛 在职场里面 这个思绘逻辑是怎么样去调整 所以这个企业导师像是学生们的心灵辅导老师 一开始的时候 就职前的心灵辅导 对对对 心灵当然是在学校里面要先建立 他专业 那企业导师是比较针对他的行业上面 行业上面 他比如说这个行业上面的特别的伦理 工作伦理 那职场的伦理 所以这是树德科技大学的一个创举 我们有一个教学的方法叫做循环教学法 循环教学法 就是说我们一般在学校念书 一学期18个周 所以你假如说前面你已经没有听懂了 你后面其实那12周是浪费的 对因为一直累积下去 老师把你当掉 就卡住了嘛 对啊 你从头再来 所以我们把18周分成三个阶段 六周六周六周 那每个六周就会考一次 假如你通过了 你就进入到第七周去了 假如说你没有过 你就再回到前面那六周里面 把你不懂得通通就学会 所以这样子就让那个学生 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就是某一些非常关键的课 你非要会 你这个不会 你后面很多的学习相关的来讲 你通通都没有办法学了 那这样子到后面的学习 你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一定要在前面让你磨 磨到你都会了 其实你后面的学习是快乐的